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還有 寫兩天馬英九不是三中案出庭嗎 法院還特別發了一個聲明說 馬英九之所以必須出庭是因為 他的這個案子是刑事被告 他被告以後 這個案子已經進入審理庭 所以他必須出庭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如果你當過刑事被告 我相信各位影片朋友很好 那麼你當過刑事被告的話 被告有兩個階段 第一個叫準備程序庭 第二個叫做審理庭 那個就幫我言辭辯論 準備程序庭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兩罩的律師出庭 然後法官要兩罩聽一聽看說 你們有什麼證人要傳 你們有什麼證物要傳 你們有什麼爭點 有什麼共同的地方 有什麼彼此不爭事項 排好順序 然後雙方談好 什麼東西先調查 一二三四五 這個叫做準備程序庭 法令明文規定 各位可以去禮物購 這個新聞 這個法官特別說 高院法官特別說 因為馬英九在準備程序庭的時候 他不需要出庭 這是法律規定的 所以他現在進入了審理庭 他就必須要出庭 可是各位 我呢 這個待遇啊 是從來沒有人用過的 因為我的庭啊 連準備程序都還沒走完啊 而且在2019年的5月4號 2021年的5月4號 我已經出過一次庭了 我是人到了美國之後 我的第二次庭沒法到 在這樣的情況下 一個被告不必然需要出庭 他有權利不出庭 這個法官 台北英國法院法官叫姚念慈 他開庭了 我的兩位律師 至少申請了五次網路視訊 通通不准 而且沒理由不准 沒有任何的理由 不附帶理由 只說了四個字 叫無此必要 叫我一定要回台灣出庭 我的兩個律師不死心 我不但出了律師 我還出了兩個律師到場 結果 我的兩個律師 一出庭 馬上會說 為什麼彭文正不能出庭 為什麼不能失去 在疫情期間 沒有任何一個人 例外 不管是民事體或新事體 為什麼他不可以 法官姚念慈回答 接著強化 拉回來只問了兩件事 第一個為什麼彭文正不親自到底 我們的兩個律師說 我們訴狀不是已經出了嗎 我們訴狀上不是講得很明白嗎 他現在人在美國運行的期間 而且他到了美國受到死亡威脅 他的手機被鎖定 還被卸取了他的contact 這些資料全部附卷 在我們的答辯狀裡面 還有截圖 還有所有的證據 還有報案的說明 彭教授感受到 他可能會有死亡的威脅 講到死亡的威脅 所以我們就跟他們說 這是一個特殊的狀況 他沒有辦法回來 接下來 這個法官又問了第二個問題 他說你這個委任狀 你這個答辯狀 為什麼沒有彭文正簽名 我的法官 我的律師差點想罵三世紀 他會不跟你講他人在美國 怎麼簽名 那他委託了我 他出國前就已經委託了我 已經全權委託了我 好 更好笑的事發生了 他問完這兩個問題之後 他就站起來 掉頭就走了 當時全場都在那裡 全場坐滿 當時法庭也是一樣 全台灣各縣市 各派了大概50個代表 現場大概最多那個就幾千人吧 那現場都傻了 這奇怪怎麼回事 我們當下以為什麼 以為法官姚彥茨呢 可能內籍 或者跟我一樣 嚴棄大也要常常常上廁所嗎 就走了 然後撂下一句小小的話 當時沒有人聽得懂在講 他以為他罵三世紀 後來才知道他也是講的三世紀 叫後合辦 後合辦呢翻譯成中文 國語叫做看著辦 掉頭就走了 一個月後對我發布了通緝 這是史上最荒唐的一個題目 這些過程我都詳實地記錄在惡觀的書裡面 我的惡觀書喔 現在已經出了四本 那不是我寫著自己看了 不是像蔡英文的那個筆記本 寫著自己看自己手 我把它給出版了 而且我把它發行到 美國國會圖書館 英國大英筆書館 澳洲國家筆書館 美國的哈佛大學 嚴陸大學 彭斯頓大學 所有的長春藤聯盟 全部收入這本書 而且他們不是收了以後 像蔡英文這樣放在角落 要看的人要這個 伺服也沒有 不是照相 要來申請才有 沒有 任何人上網 任何人都可以看到這本 惡觀的書 他在亞馬遜 在Google Books還曾經暢銷 而且我們最後一本書 把它翻譯成英文 我待會再告訴大家 為什麼哥洛比亞大學校長 Lennart Schaffer 要前天要複製 因為他收到了我給他那本書 還有哥洛比亞大學 所有人都收到了 高層收到了 聽說這個 Schaffer 收到的時候 口吐白沫 我沒有拍到那個照片了 我現在公公 好 那麼我們就回到 我是這樣子被通緝了 我就這樣被通緝了 還有呢 這個還不是最有趣的 我被通緝了以後 那我就想說那 這個 怎麼樣 要這個回去 或者不回去 很多人跟我講說 你千萬不要回去 還有人跟我說 你回來啊 你回來啊 面對司法啊 所以我現在判斷一個人 到底是不是我朋友 就是這個判斷 叫我回去的 二話不說 斷絕好有關係 叫我不要回去的 都是我的朋友 結果呢 你想想看 一個司法 這種方法 在前端布置了這樣的東西 我回去會有什麼下場呢 各位 對不對 很可能躺在我的母校 跟陳文哲一樣 他在研究生圖書館的底下 或可能在總圖的底下 所以 就這樣 我就被通緝了 本來我想說被通緝的 還滿光榮的 欸 結果沒想到 歷史上更大量的殊榮 結果 就在被通緝之後不到半年 又降到我的身上 就是我的護照 因為要過期了 剛好我兒子的護照跟我一樣 也要過期了 所以我們就去 舊金山辦事處加簽 我們是同一批地進去的 那是我太太放進去的 又我開車到舊金山 我停在樓下 那我怕 我把我的車子停在舊金山 這個樓下 然後我上去又下來 可能就是 變成敞頭車啊 所以我就 停在樓下 沒有離開車了 所以他們去幫我申請 那他們去申請的時候呢 還排隊 我太太戴了一個 口罩 因為疫情時間 很多人光看他眼睛 就把他認出來 那我問我們說 哼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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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隊那些 我看 大概 就都是 每天都在看政經官表 然後連那個 舊金山辦事處 收文的小姐 都說 好 那我們想說 那是不是應該給我一個 榮譽中華民工護照 明天應該就會 那個 舊金山的辦事處代表 要親自拿一個榮譽 榮譽護照照我加來 那果然 第二天真的來了 我收到 最速箭 舊金山辦事處文 打開之前 會心想 哇 你看 人間有工藝嘛 拿到的應該是金箔做的 護照 對不對 我一打開 欸 什麼都沒有 欸 又是不是自己丟了 UPS 怎麼這樣 那一看 有一張公文說 彭文證 你呢 護照被 註銷 被 撤銷 被 沒收 欸 我三重處分啊 就是說呢 這個 撤銷的意思就是說 包括你以前的生效都沒有 註銷的意思說 你從今天開始就不能用了 沒收的意思是說 我連你喔 要回去 當成紀念品 拿護照照一張相 全力都沒有 那全部通過的時候 這個時代 太有趣了 那我將來一定會告這些人 我一定會告 我一定會告 為什麼 欸 我有戀物屁 不可以嗎 我的護照我要保存啊 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歷程 對不對 這是我的東西 按明法來講 這是我的財產啊 你可以註銷我 你可以撤銷我 但是我的護照還在有效期間 你應該還給我 所以加上我會告他們什麼呢 告他們 要不然搶奪啊 要不然就是偷竊 要不然就是欠戰 你說對不對 這門護照對我來講意義非凡啊 它代表了我人生的經歷 上面蓋的每一個章 都是我用血淚來換取的 那你憑什麼把我收走呢 到今天都還沒還給我啊 所以我將來會用 巴布亞牛幾內亞公民的身份 對這個 沒收註銷我護照的每一個人 請他們到巴布亞牛幾內亞的 食人族啊 來上堂 來聽聽看這個 巴布亞牛幾內亞的 這個 陪審團啊 怎麼做財政啊 所以 這些人 記得 要到德州嘛 德州比較近 大家你的 Space Charter 通通移民到火星 不然你有一天會被我逮到 好 結果呢 我的護照 就這樣被沒收了 沒收護照有什麼了不起 沒什麼了不起 可是了不起的是 我跟那個機場情人的那個男主角 叫Tom Hanks一樣 我必須住在那個巴黎代高樂機場 18年 因為我無法證明我是誰啊 這是很麻煩的事情啊 對不對 我每次看到老美 我跟他講說 我是那個大女鼎鼎的那個人 然後他就說 Show me your passport Show me your passport 我就 This is a book 我實在沒辦法回應 我就這樣 成為了Stayless person 變成了一個無國級的人窮 這呢 就是我的 這個 人生的境遇 到這樣還沒完耶 追殺沒停喔 嘿 我在半年前 總統大選前 我的YouTube頻道 政經關不了 那個是我 嚴門脫剝的 最後的一塊範圍 竟然 在大選前 兩個禮拜 突然收到了 YouTube的一封信 說 我的這個 政經關不了 還有俠新聞 還有 True Voice of Taiwan 三個頻道 通通被停權 停權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你 從今天開始 任何一毛錢都收不到 廣告沒了 Donation 沒了 所有的金流通通沒了 那我心想說 政經關不了 好啦 算我顛覆政府 這個 那你幫我關掉 那我的True Voice of Taiwan 這個俠新聞 我們談的是風花雪月 談的是國際新聞 那為什麼要把我封掉呢 而且我這三個頻道 是註冊在 舊出三個 後來我打聽了 每一個YouTube頻道 在地都在做審查 在地的國安單位 都會跟YouTube 私下有一個協議 就他們可以送黑名單給YouTube 那YouTube這種黑名單呢 通常就是聽政府的話 免得跟當地政府過不去 不是只有台灣這樣 越南也這樣 新加坡也這樣 香港也這樣 那如果你不服氣 你來申訴 但是你申訴的結果 不會成功 永遠不會成功 結果我們這邊去申訴 那請你告訴我 我的頻道到底哪裡出位 結果我們收到了一個答覆說 各位頻道含有害物質 我心想 確實啊 我的頻道確實是有含有害物質 但是那是對蔡英文有害啊 對其他人有害啊 對不對 那 那你應該請蔡英文去看醫生啊 對不對 兩千三百萬人 只有他有害 為什麼 為什麼是封掉我的頻道呢 可是沒有辦法 因為那時候 各位 各州的代表 沒有出來深留我 好 沒有去包圍柏惟山莊 所以呢 我確實被停權了 被停權了三個月 所以我三個月呢 連延門脫播的飯碗都沒了 可是 我在家 把眼淚一抹 我說沒關係 我的頻道叫做政經關不了啊 那關不了就是關不了 我繼續播 每天當義工 這樣子呢 我就撐過了那段時間 五年半來啊 我的頻道2019年 五月一號成立 因為我的頻道 在民視的政經關裡 看民視 2019年四月二十二號 被總統無預警的停播 這又是創了中華民國史上 從來沒有過的時間 我們聽過有節目被邀斬 但是 還跟大家這個 道別啊 照相啊 我節目是 當天錄完以後 回到家 怎麼搞的沒了 這節目 而且更好笑 我錄兩小時 他只播一小時 那個副總統余秀妍 他說他每天看我節目 他說他那天 跑去外面接了一個電話 再回來坐下來看 怎麼搞的節目換人了 他說他第一個想到什麼 是不是發生了政變 因為全世界國家的電視台 突然就是改了內容 只有一種方法 就是反抗軍佔領的電視台嘛 他們也跟我開玩笑 他說他第一個想法 是不是發生了政變 但是 確實 就這樣子 我的節目就被砍掉了 那 八天後 我在洪文旭律師的協助下 把他的攝影頭 還有楊姓宏 無償的借給我 我在八天後順利的把節目開放 我就取了個名字 叫政經關不了 我就跟這個台灣的詐騙集團宣誓 你關不了我的節目 你封不了我的嘴 但是呢 你窮得了我 可是沒有關係 我老婆第一季是我的來賓 因為沒有人來得及上過節目 所以只好內聚不必敬 結果他就跟我說 人啊 可以這個失業 但不要失智 那我就很快在節目中回他一句話 我說其實我失智已經蠻久了 那 就這樣 我就一撐撐到今天五年半 五年半 沒有一天停啊 這個節目 那其中 有兩次半 我得了COVID 第一次COVID 嚴重到 那個肺都快咳出來了 因為我們家三個小孩在學校 輪流中 每次中了回家 就一句摸都中 不好意思 我是不是講了COVID傳染給你 結果呢 結果呢 就這樣子 我肺都快咳出來 可是我還是 還是把當天的節目做完兩小時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在下方點下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